Hello大家好,我是大营 这个季节新鲜的白萝卜已经下来了 洗好的萝卜先把头部尾部切掉 再去掉外皮 然后再切成薄片 秋天这个季节天气比较干燥 经常吃点白萝卜可以润燥清肺不上火 今天用白萝卜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养生的做法 再把萝卜切成细丝 切好的萝卜丝装入盘中备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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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鸡蛋煮至像这样看起来特别的柔软 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味道闻起来好香啊 出锅之前再加点葱花点缀 这样非常好吃 用美味的萝卜汤就做好了 光闻味道就觉得真的是太鲜美了 现在这个季节要经常喝这种汤 对身体特别的好 里面加了南瓜 口感吃起来已经非常面软了 入口即化味道真的是非常不错 很多朋友都不喜欢吃白萝卜 汤汁里我们可以再放点南瓜 这个汤汁喝起来味道有鲜美 里面还加了鸡蛋 香菇 营养搭配又均衡 汤汁喝起来清爽开胃不油腻 萝卜汤这样做营养又丰富 大人孩子都爱喝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